碧绿炒虾卷 此菜是温州地区的创新菜之一 制作这道菜所需要的主料是鱼泥、薄虾肉片三十只 配料有菜心、肥标肉丝、熟火腿丝二十五克、干淀粉 调料有姜末十克、精盐七克、少酒十五克、味精五克、葱末五克、湿淀粉十五克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将去壳留尾的虾肉背上破一刀去掉纱线 用刀拍平 蘸上干淀粉 然后用小木唇竹枝敲成扇形的薄片 放在案板上 每片虾片 蘸上调好味的鱼蓉 再放上火腿丝 肥标肉丝 逐个卷好 放入盘中 将卷好的虾卷 放入开水锅中煮熟 将卷好的虾卷 把煮熟的虾卷烙出沥干水 锅中放油 放入葱姜末儿煸香 再下入高汤 加上精盐、味精、少酒 用湿淀粉勾芡 用湿淀粉勾芡 再把煮熟的虾卷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 然后出锅 装在马放好油菜心的中间即可 制作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虾要大小均匀 卷的形状要一致 现在这道碧绿炒虾卷就已经做成了 它的特点是 虾卷洁白光亮 尾鲜红 配以碧绿的菜心 色形美观 使之鲜嫩爽滑 这道碧绿炒虾 是 这道碧绿炒虾